它是全面性的 它各科数理化 历史地理通通都有问题 所以我真的强烈建议媒体 去访问各科的 不管是高中老师 还有大学现在大一 有教大一新生各科的老师 可以去问问他们现场的实际状况是如何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108克纲它是一个全面缺陷的克纲 它是一个全面偏颇的克纲 它也许利益不是那么邪恶 但是它导致出来的结果 我可以说让这几年受克纲影响的学生 我觉得他们的未来 我担心会非常散烈 我担心的是他们的未来 所以你的聚焦觉得说 大家不应该放在文言文的这个部分 是 因为事实上克纲整个结构不改变 那我所举的那些例子的那些文章都放进去 也不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赖金德也会到 那会不会来跟他之间的方面谈论 不会 因为事实上我对他没有期待 因为他们的政策已经很明显 而且我看到的教育部长 包括昨天游徐坤院长他们的一个回应 像游院长说连耻培养不出民主政治 那我想请问那请问民主政治不需要廉耻吗 那也就是民主政治如果是一个不廉不齿的制度 那我们何必要他 他的意义在哪里 老师上你会找其他两个候选人讨论这件事情吗 我不会主动找 因为我觉得候选人他有诚意 他也认可这个教育是重大的百年大计 他愿意针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了解以及规划 将来如果他有可能执政 他愿意真的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那如果他们找我我就愿意参加